上集跟大家開箱看了 LSX 內的配件和連接方法 今集當然跟大家試玩聽歌的效果 本身 LSX 都會跟一個遙控 但我自己試用這幾天 我發覺用它的 App 會更加得心應手 而可設定的東西都會更多 很多位置用的 App 會更加穩定、更爽 因為它支援 Tidal、Spotify 甚至 Apple Music 我都會跟大家用幾個不同的平台 試聽歌曲的聲音質素究竟是怎樣 它現在支援 AirPlay 2 我又跟大家試玩在 Multi-Room 的情況下 如何去玩 Control 聽歌的效果 Tidal 和Spotify 的分別是怎樣 嘗試附帶 Tidal 和Spotify 分別是聽 LSX 這對喇叭 在這個 Studio 中 聲音很平均 因為設置好 左右的空間又差不多 所以在試聽的時候 可以很清楚聽得出的分別 剛才聽Tidal 的時候 Taylor Swift 的 Shake It Off 一樣 特意選一些多音樂 試一試它的仔細度 聽到Tidal 的確在中音和高音上 Taylor Swift 的聲音 或者是高音樂器來講 出來的程度是會比Spotify 明顯地優勝 整個氛圍 氣場上 音場出來的結像是比較好的 無可否認 Tidal 用的BangVib 一定是比較大的 但去到Spotify 的時候 其實Spotify 都有兩種玩法 有Spotify Connect 或者是用AirPlay 用Spotify Connect 相對高音會比較暗 而且聲音的低音會比較聚 太多了 AirPlay 那邊的高音會比較多 而且整個音場和立體感也會伸延 我自己就比較喜歡用AirPlay 玩Spotify 感覺上有點增益 試完這兩樣東西之後 接著就和大家玩第二樣吧 大家玩 LSX 的時候 如果想聽 Hi-Res 歌曲 即是2496 檔案 就一定要按照這個Cable Mode 首先兩隻喇叭都需要用這個Larach 接駁 接著就進入這個Preference 按照這個Cable Mode 就可以原汁原味地享受你的2496 檔案 大家都知道 LSX 剛剛有新的Firmware 就是支援AirPlay 2 其實這個AirPlay 2 究竟有什麼可以玩呢 我今天就帶大家來我2萬呎豪宅 跟大家分享一下怎樣玩這個Multi Zone 大家可以看到 眼前這個位置就是我家庭影院的視聽室 看到有電視機 還有一對藍色的LSX 還有一隻手機化 鏡頭一轉過去那邊 就會看到有幾本書在地下 很明顯就是我的私人圖書庫 那裡我也會有一對黑色的LSX 就讓我一邊看書一邊聽音樂 而這個AirPlay 2 就現在可以用一個手機APP 就可以控制得到兩隻已經串連了 你家的Wi-Fi系統的一個喇叭 那我究竟怎樣玩呢 首先我們先進入了聽歌的位置 我現在用的是Apple Music 在玩一首歌的時候 下面就有一個位置可以讓你選擇 其實你是用什麼喇叭來聽歌 大家會看到這個App裡面 其實已經有一隻LSX Black 和LSX Blue 在這裡 Blue 即是藍色 即是我戲院那邊 黑色就是聽歌那邊 現在我先選一隻Blue Woo 現在這邊 藍色那邊的喇叭 就已經在聽我剛才剛剛聽那首歌 如果我想四隻喇叭都一起聽歌 聽同一首歌可以怎樣 我只要按這隻Black 現在兩對喇叭都一起聽這首正容 而且控制也可以一起控制 如果你說我不想黑色那隻那麼大聲 我圖書館靜一點 小聲一點 都可以 你獨立可以調教 你在聽音樂裡 你就可以 我藍色那對喇叭 要大聲一點 黑色那對喇叭就能夠 那這裡就可以自由調教 而且你還可以同時用這個Airplay 2 的功能 控制兩套LSX的歌曲和音量 就好像客廳在播放Juno 而睡房就沒有女兒喜歡的鄭安琪 那就不用爭歌聽了 這個Airplay 2 是不是很過癮 大家這隻LSX 有時回到家都會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將喇叭的擺放 會切合你們的家裡需要 MASTER 就不一定要放在左邊或右邊 因為有一個設定可以幫你 將喇叭的MASTER 切在左或右 我們可以進入這個Preference裡面 有一個選擇 就是將喇叭的左右 調去理適當的位置 那你就不用怕 一定要放在左邊或右邊 這個環境大概都是7呎 至6呎左右 跟一般人的家裡的狀況 都非常相似 這對LSXX 一對小小的喇叭 其實它出來的聲音 我覺得 跟它的體積有少少不相等 它可以這麼小的喇叭 但做到一個非常闊的音場效果 而且音壓方面 亦都可以足夠應付到 剛才說的空間位置 在這個環境之下 聽歌其實都已經非常夠聲 亦都可以保持到這個完整的音質 沒有因為太大聲 而導致到失真之類的東西 在這個情況之下 非常之不錯 這個價位亦都可以有這種玩法 更加更支援AirPlay 2 這個可換性和變化上 亦都是非常之多換 如果大家想玩得更好 可以用K-Steam這條 Networks 將左右的喇叭連起 就可以進一步提升 這對LSX的音質 今次就和大家玩這款LSX聽歌為主 下一集我們就用來看電影 大家記得留意